整个人你得吗 啊 那么下一个就是我来 我俩了 你需要我来挑战我 你需要我来挑战啥 油腻挑战吗 油腻挑战 你们俩这油腻是要多油的 然后我去做油腻挑战 然后就是起来我们两个互相攻击对方 以表情啊肢体啊什么都可以 看谁眼神闪躲 看谁的眼神先闪躲谁就输了 那可以咋但是不能离开他 这种挑战对于我 我假的真来说一切都是 没有挑战性能吗 你看我的抗计下能力 没得出 来吧 来吧来吧 你为什么爬过来 来吧先躺下去 先双方都躺下去 你来一下 躺 来吧 躺下去 躺 啊 完啊兄弟们 三 二 一 开始 哦 啊 啊 哈哈 哇 哇 啊 啊 啊 保头啊 保头啊 我能忙啊 哪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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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炫啊 我觉得可以给他来个慢动作你知道吗 啊 哈哈哈 哎 哎 闪躲了吗 那时候闪躲了吗 啊 啊 行 我要给他一次机会 是吧 啊 我不要 你是不是玩过 你跟龙哥做一个 我还没说我做的吗 行 我要让你们再来一次 我还是比较矜持的 不行 来我说啊 我去说 我命运你 我跟狗哥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我不要了 命运 石头剪刀布 我太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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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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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说 我没说的 他说的 他说的 哎呀我不来啊 我做不到 你已经定了 你已经定了 你再去准备好了 他卡机了 快救救他 救救我 快卡死了 没关系 七哥卡掉了 你觉得他就放个照片 来三 关注各位 来三 三 我应该 你 龙哥教你七哥 快点 你们四个人一块来挑战 我 你们四个来一块在这弹 坐 三 二 一 起 哈哈 哈哈 我差一点 我傻了 啊 啊 行 哥们这个对我杀伤力太大了吧 哥们这个 等到等了等到等了 我挺喜欢这个心 哈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想想想想想想 不要费心 我一样有早 看观看这个视频 所有人 一定要把我做这个弄出去 哈 他现在来很好 三 二 一 起 看你俩行 走 跟郭忠祐 我跟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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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郭忠祐都接受不了 在我印象中的郭忠祐不是這樣的 郭忠祐 我現在很失敗 不過沒關係 這個詐詐詐詐我的是 余小宇的 所以這句算我贏了 所以看圖位也是有好處的好嗎 人間人心有狗味 那最後一個在挑戰什麼呢 哦 這是 模仿啊 郭忠祐好像是被我打 我讓郭忠祐上來陪我做這個 服劃生做才就變成這樣了 這個我不用負責吧 好啊 有 有有點恐怖 我怎麼現在 我站不動 等等等等等 等 那就是郭忠祐挑戰什麼 呃 哈哈哈 你來挑戰舞蹈 舞蹈 好 我給你講到一個很好玩的 練習舞蹈 就是你還記得這個上次生日的時候 就是 關鍵詞舞蹈嗎 哦 嗯 對 行可以 只要你們選好 我來給大家出關鍵詞 讓你們跳 行 畢竟我是無敵的 哇 咱們不是通時代的人 我為什麼還不是這麼大 來自一個關鍵詞 假日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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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電話 對 假日來電話 他在幹嘛 假日哭了 了 我還加揮我一個虎腳 虎腳你這兒不進嘛 我蹦為什麼沒那麼做事 我跟她沒蹦嘛 我是沒蹦嘛 你這蹦 我也可以啊 人氣一戰 你倆哥哥哥打呢 你倆哥哥哥打呢 打配合 sih 咖啡盒 哦 黑熊打贏了 黑熊打贏了 太陽根了 黑熊不行了 龍哥輸你為什麼這麼開心 這麼誇張 就好好玩 打假拳 打假拳 龍哥來個鯉 龍哥鯉魚搭挺 江哥给他来个服务班 我有点点啊 你用太累了 我就服务了 怎么又打起来 蒙哥逼过来 江哥给他扭样子 拿我个打滴滴 你们俩跳那个双人舞 那个什么 交给我吗 你俩就跳这个 我俩就跳动作指导 对 爱的恰恰五 相比变得像不不 we go to friday 刚刚呢也是我获胜了吧 然后 对吧这肯定是我获胜吗 确实啊 对啊那所以说三个 公认的 对吧公认的 所以说这三个 挑战我也赢了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楼外获得一次 实现生日冤枉的机会 那我的生日冤枉就是给我买个iPad 可以画画的那种 然后内存大概是256G 所以还是 然后大概 使出呢是这么大的那种iPad 对 就是现在最新款上市的那种 就是我的生日冤枉 至于 嗯 对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发出的时候 记得 爱特一下那个NCC 然后那个 GYP 然后再爱特一下 腾讯是吗 腾讯就算了吧 怎么给的呀 腾讯 现在爱的这两个吧 看哪个能帮我实现了 先给家伍说生日入福吧 行 你还活着呢 换表情了呢 哎你还活着呢 你刚刚跑去这么久 拿个假照片在这挂的例子一 你当个人 闭嘴吧 我给他闭嘴了 你想说话吗 还是 他现在在说话 你看 看得到吗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在刚刚去那时 这是个照片 你神经病你个 哈哈 在这装 沾个嘴 太渴了吧 咱们继续先不理他 这个装死的人 来我们 继续啊 哎蛋糕呢 是因为 场地 场地问题啊 所以说不是不允许 在这个台子上吃东西 所以说我们就一会就到 咱们的那个餐厅之后 对我们干饭的地方再吃 现在呢就 说说对我的祝福吧 也不也不多要求 一人先准备个八百字左右吧 那太简单了 就叫我八百字 那你八千 八千的论文写个论文 八千太少了 祝你五常 我可以写本书吧 祝你祝你之王五常 假大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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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假 哇哦 我先说吧 你说 17岁了也是个小大人了 马上也要高考 一个15岁的孩子这么跟我说话 我说话 今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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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这不是问题 咱们继续 就是说我们人家如果是个小大人 也是个小大人了 对确实是 眼马上高考了 然后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是啊 就是别的没什么 就是 就是自己的时间管理 一定要分配好 好吧 好吧 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时间管理学业做功 不不不不 我不是自己的能力 我只是想说在座的个位 凌晨一点还在跟随意打闹 行啊 算了 算了 您来说 时间管理 家伙个事儿快乐 然后今年17岁了 我非常的羡慕你 但我又觉得你就是 你就没有少一岁 有点老了 但其实我现在按标准来说才15岁 还有标准啊 过完生日再过7天就第二年了 这立马就17岁了 你看15岁啊 过完生日一马就16岁了 过完生日过7天就16岁了 因为马上是2022年了 只要他过完生日 就代表马上要第二年了 不过我现在非常的羡慕 那肯定谁都知道啊 你让不让我羡慕他吗 你羡慕你羡慕他 然后 希望家伙哥新的一年 可以变得越来越帅 身体 你是在说现在我不帅 身体越来越健康 你继续说我现在身体要健康 你应该祝愿家伙哥新的一年越来越油 你说我现在不幸福 然后希望你能赚更多的钱 以后带我们去玩 希望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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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担当 然后到现在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 到现在呢也是非常的自律啊 大家也能看到他 我怕你我没打我先这会儿算 我怕被打 那个 家伙哥现在是17岁了已经 马上快18了 那么他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有大人的身影 然后怎么说 我就是首先祝你17岁生日快乐 虽然没有在第一个啊 虽然我已经做好准备第一个给你发了 虽然没发 12点一个我本来等着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出来冲出来跟我说生日快乐 对我们两个等着是七个娃 哇两个三个娃 都整个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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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越来越长大了 然后也有自己更多的想法 然后希望你可以好好带领我们这个团队 然后 其实不用你说他也知道 诗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他没什么想说的你赶紧走吧 他都说到够够了 他直接表示很尴尬 他已经一个跟家伙哥说生日舒服 他昨天其实也有跟我说一些 我觉得到时候给大家 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就行 哇 说了多少 几百字 ok 家伙哥生日快乐 开心最重要好吧 开心最重要 拜拜 我也有跟大家想说 拜拜 嗯 做了一波事的老大哥 我今天也十七岁了 然后过完十七岁 马上就该迎接我的成人礼了 十八 马上就成人了 十八了之后 十九 十八岁之后 十八岁之后 我定然不会怂这些哥哥们 没有开玩笑 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们 不会让弟弟们受到伤害 我们不会稍微游会越来越好 好 加油吧 保护我们 刚好不加油吧 谁在跑这边不让我坐保护车 哎呀二之一了现在 快开成娘了 快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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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玩笑